大家好,我是小米 今天来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草莓股放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首先就是投资股票 我也是一个新手 大概玩了大概两三年了 然后也有盈利 现在就是开始那个输钱了 但是也是输那个盈利的钱 我还没有把自己的钱输掉 怎么说呢 这个是我的账号 目前的话 今年的话 现在显示是亏了2800多 然后我现在还有三个期权 之前的我差不多都卖光了 现在就剩下三个了 一个就是一个特斯拉 然后这个是一个汽车的 关于汽车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SQQQ 然后呢 为什么我不直接买QQQ 因为我也不想再存钱进去 直接买这个SQQQ的话 它比较便宜一点 这一张期权的话就是明年6月份才到期 大概它的价值大概是1000多 这样子吧 首先就是来说一下特斯拉这个期权 然后6月份到期 我当时亏了已经亏了1700多了 然后1700多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打算再买了 直接时间到期的话 我就不要了 就直接认输了 如果就是6月份之前 如果它涨回来一点 比如说涨回来500或者400500 我这个时候我就直接卖掉 就是认输离产了 那首先为什么说我买这个特斯拉呢 我先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期权之前的时候 其实我不是说只是这个时候才买这张期权 去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买了 从去年的时候它有一次性它跌了很多嘛 就是说最低的时候它跌到快要100块的时候 接近100或者110 反正就是但是之前的时候我已经买了一张看跌期权了 那一张后来只盈利的不多 好像是几百还是1000我就卖掉了 但是如果拿住那一张期权应该可以赚七八千八九千是没问题的 这个问题就是说当盈利的时候又就是很快就卖掉了 当比如说输钱的时候亏钱的时候正常情况即时止损嘛 但是又没有即时止损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 还有就是一个理论就是 比如说甘蔗不吃两头嘛 当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知道盈利的 就是就不要再进去再买了再买的肯定就要亏的 但是呢我又选择再继续买那就是亏的 因为我买这一张期权的时候 已经大概是1月5号的时候那时候买的 1月5号的时候 已经特斯拉已经在低谷了 这个时候 就是不要买了就选择观望就行了 但是我 也不知道这里怎么搞的 又买了看跌几拳进去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说 甘蔗不吃两头 只吃中间就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两头了 你这样子你不要再去买了 因为你只吃中间这一部分 就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就 不要再去 就是关 太关注这只股票 去关注其他的股票就行了 现在他又涨回来了 涨回来了 现在我这个期权的话就亏了 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了嘛 之前的话我都有买 这个就是记录了 我也不想去按进去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我会去买这个 看跌特斯拉呢 现在他的市值是六千多亿嘛 当时的时候就是三千多亿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在一个行业里面 如果就是说太多 比如说我们做Uber 当我们知道比如说 开那个网约开Uber的 比如说开那个Block Card Uber Black Uber Black Uber Black 就没办法做嘛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就是汽车行业里面 这么多品牌的汽车 不是说单单只有特斯拉 可能在西岸那边很多人买特斯拉 但是在纽约这边东岸这边 根本就看不到几辆 因为这边根本就没有充电床嘛 是不是 而且 我们知道就是说车子 日系车它保质率很高 故障率也很低 但是说不是说很多人 大家都喜欢买日系车嘛 各种牌子都有 福特 吉普 是不是 小福郎 各种各样的汽车都有 他不是说 一定要选择你特斯拉 是不是 消费者他不是说一定要选择你特斯拉 这么多品牌的汽车 所以说这么 一个行业里面这么多人做 我觉得 当时是觉得他这个市值实在是太大了 没办法 根本是太夸张了 虽然你是电动车那又怎么样 首先你电动车 除非你这里有房子 有车位 你自己在家里面充 是不是 纽约这种地方的人 人家走路的跟飞一样的 哪有时间去充电 当然直接就是买汽油的 直接加完油赶紧去办自己的事情 根本哪谁有时间去搞这个无聊的事情 我当时就是才买入特斯拉 后来不是他要那个一月份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降价了嘛 降价了之后 OK我这里面他就涨回来了嘛 我就没有继续往下跌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也无所谓 反正我也认输了 这个 但是当时的市值是三千 三千多亿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就要不要再去碰这只股票了 就行了 错过就错过了 OK不说这个 说其他的 然后呢 这一个的话就是关于汽车行业 我买这个 这个也是 买这个时候其实我之前是买那个叫做Carmac就是那个二手车的那个公司嘛 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买的这个 但是但是我不看好现在的汽车市场 因为现在的汽车价格真的是太贵了 因为跟前几年比现在真的是太贵了贵的离谱 十几万卖的 因为我是开网约车的 所以说他这个价格我有的时候会去关注 所以说我个人是觉得不看好这个汽车市场 然后就是现在通胀这么严重 物件也上涨了 现在汽车又便宜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们手里就是 因为通胀上来的 然后电费有 那个煤气费也贵了一点 所以说汽车要再这么贵 所以说大家不会这个时候不会再去分环的买 所以说我不看好这个市场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看跌期权嘛 OK 然后说一下那个SQQQ QQQ的话 他就是说看三倍做空嘛 SQQQQ嘛 然后我就是买他的call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市场会跌 这个市场还会跌 还会跌 所以说我买了一个call进去嘛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买他的一个call 我本金700多 然后 最高就是直接把700多全给输了 然后盈利的部分就是无限 他如果市场真的崩盘了 就是我这个期权就开始盈利了 比如说 不要说 只要他现在涨到100块 我就开始盈利了 或者说 不是说100块 反正他就是高于这个我买的这个价格之上就开始盈利了 但是呢 现在就是说 前几天的时候其实我赚了100多了 那时候我没有卖掉 因为我觉得100多也没必要这么快卖嘛 现在又给他又亏了180了 现在什么都贵了 包括我们网约车你也贵了 如果你是客人 你去叫一个网约车也比 以前贵了 因为他这个也上涨了 什么都贵了 什么都贵了 有的就是工资没有怎么 涨一点嘛 也有涨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 就是说会不会是不是不好这个市场 因为之前银行也破产了几间嘛 是不是 而且银行破产了 就是说 是不是还有还没有结束 还才是这才是刚开始嘛 所以说我买了这个 就是SQQQ的扣 我觉得市场 可能股票市场还会跌嘛 我觉得市场可能还会跌 再跌一次 然后就是 还是怎么说 反正就是这样子 然后特斯拉这个的话 我就不打算卖了 他因为只剩下73块了 这个卖也没必要了 然后这两个 可能会提前会去那个调整 或者再过一两个月 直接看什么情况 不行的话直接卖掉了 现在这个账号里面只剩下1000多了 然后呢 就是 这三个期权就是处理完之后 应该以后 应该以后可能不会再去喷期权了 直接买正股的 把一些就是 传统的行业有带股息的正股 就是买之后就不打算怎么再去卖呢 因为 不想再玩 可能不就是不想玩期权了 虽然说期权 玩期权他赚得很快嘛 也输得很快 但是就不想玩了 那好吧 这个视频先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